美国现在的疫情形势已经不容乐观 病毒肆虐对就业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21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43.8万 过去9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累计为3890万 受疫情影响 4月份美国失业率已经升至14.7% 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之岁 美联储鲍威尔曾表示 美国失业率可能会在5月6月达到20%至25%的峰值 然而美经济学家称 虽然首次申领救济金的人数已经连续7周下降 但总人数是在不断上升的 如果算上美国那些还没有领取失业金的人 以及没有全职工作而从事兼职的人 美国的失业率实际已经达到了约29.4% 更糟糕的是在开始艰难的复苏之前 美国的失业人数可能会达到5000万 目前美国50个州已经开始中期 以及人可能会重新找到工作 但是斯坦福大学经济专家则表示 预计42%的最近财源会转变为永久性失业 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企业主表示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向疫情爆发之前那样 雇佣相同数量的员工 最重要的是未来可以预见美国也许并不会有足够的工作给每个人 一些现在因疫情暂时失业的人 即便不会永久性失业 但在未来的几个月中 他们要找到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美国目前的失业救济福利在7月份就会截止 在经济衰退失业率激增的情况下 人们迫切盼望疫情快点到来 特朗普曾表示 美国的转折点将会在第三或第四季度出现 它已经再发生了 美国人很快将会看到 然而正如美联储杰罗姆鲍威尔所说 只有新冠疫情肺炎的演变能够揭示美国的经济前景 或许美国应该想一下 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美国疫情不利的局面 让全美承担了如此代价 感谢观看